殺老百姓可以 你殺我公安 公安馬上表明身份 我是中國的警察 結果沒有想到 那個明氏家族的明學昌 他聽說是他的女兒 他女兒聽說最兇的 砰砰砰就砰掉了 我今天就把這個太子送回來 給他槍砲彈藥 開始肅清這幾個家族 所以現在這幾個家族 乖乖投降啦 白家也好 明家也好 沒辦法 只好 白家快死光了 好 體會 我們之前講過了 緬北 很多本年輕人不是抗議嗎 因為在翁山書記的時候 基本上他們是開放的 他們去接受了很多西方的世界 當時還有一個非常有名的 這個是全緬甸最帥的和尚 帕塔空 這樣連他 而且他是最有名的model 他就當和尚最帥的和尚 連他都被抓了 當時抓了很多人 緬甸軍政府真的是有能力 來控制整個緬甸地區 然後這個地方真的緬甸水洩不通 就沒有想到緬北真的出事了 緬北這靠什麼 靠四大家族來管理 結果現在真的 果敢軍的太子彭德仁得到了無人機 得到了火炮 第一個 先把白鎖成家族殺了三個人 接下來 明氏家族幾乎滅門 明氏家族的老大 就等於說 慘死在車子裡面 其他家族兩個乾脆投降 就一投降了以後 整個緬北就情勢倒轉 情勢倒轉的時候 緬甸軍政府就要進去 軍就進去以後慘了 緬甸軍政府死傷慘之後 不但死傷慘之後 獲起肖翔剛剛講 翁山書記那支部隊又起來了 對這件事情其實也非常簡單 沒有那麼複雜 什麼意思呢 中國告訴你說誰才是老大 這四大家族本來跟中國的關係也都不錯的 但是為什麼呢 是因為後來做了電炸集團 詐騙集團之後呢 錢越來越多 軍火越來越多 後來就不受控了 不受中國控制了 所以中國要控制他 沒辦法控制他了 再來本來緬甸的軍政府跟中國關係也不錯啊 北方的政府軍也跟中國關係不錯啊 那為什麼今天搞成這個樣子呢 其實很簡單一件事情 就是他們完全後來就不受中國控制了 你知道中國在緬北要推動什麼東西 當然也要推動他的一帶一路 那這個一帶一路的沿線當中 你看這如果四大家族在把持這個 整個地方勢力的情況之下 會不會跟中國與取與求 要求更多 比如說你要徵收土地 是不是要抬高價格或是幹嘛的 這個東西來講 對中國孰可能孰不可能啊 跟中國抬價了 更麻煩一件事情就是說 因為他是詐騙集團慣了 整個中國內部有太多被害者了 將近有60萬人以上都被詐騙你知道嗎 詐騙的人都會報案嘛 報案我的什麼啊 被偷了被詐騙了 然後我的小孩到那邊去了 請問公安要不要處理這事情 中國公安如果處理這事情的話 就是發生剛剛提到的 有這幾個臥底的先派去 開始調查資料 為什麼呢 因為中國早上緬北的這個政府軍 要請他們幫忙的時候 他們什麼 他們早就被四大家族收買了 這些人怎麼可能會幫這些家族 去提供資料給中國呢 所以他們只要把愛莫名做 中國就只好把自己的公安 派到那個地方去做臥底 結果臥底 這個走路風聲 結果後來被殺掉了 欸 贖客人贖不客人 你進來殺我公安 你殺誰 殺老百姓可以 你殺我公安 而且連殺了四個公安 而且四個公安 他們那個場景是吧 當你抓到 公安馬上表明身份 我是中國的警察 結果沒有想到 那個民視家族的明學昌 他聽說是他的女兒 他女兒聽說最兇的 砰砰砰就砰掉了 對啊 你就是把中國公安幹掉 那你中國公安從昆明來的 從杭州來了 那還得了 整個中國公安體系 政法體系 整個全部動起來了 告訴你我一件事情 我的太子那個彭德仁 在我中國境內 當年2009年的時候 政府軍跟那個所謂的彭 彭家森之間的鬥爭 後來彭家森他們整個倒台之後 後來這些勢力 全部都進入到中國雲南 我今天就把這個太子送回來 你說彭德仁是一直待在雲南的 就一直待在雲南 然後中國送回來之後 給他槍炮彈藥 給他無人機 給他相關的設備 你就開始給我打 開始肅清這幾個家族 所以現在這幾個家族 乖乖投降了 白家也好 明家也好 白馬 只是白家快死光了 對 然後另外 劉家跟魏家來講 開城門 也就是說把那個園區 還開給那個所謂的太子 你就回來吧 彭德仁就回來了 剛才講劉國喜家族 跟魏超人家族 馬上開城門迎接了 是 開回來之後 結果中國就掌控這個地方 那政府軍呢 因為現在翁山書記那個部隊 他們也集檢大概七千多名 去搞掉政府軍兩萬多人 他們為什麼有這些武器 也是中國提供的 那什麼意思呢 其實在緬甸所有的派系 都跟中國非常好 但是你只要這個派系不聽話 不好意思 中國就運用另外派系 把你剷除掉 所以現在緬北說穿了 到最後來講 中國就是贏家 中國就是想要掌控這個地方 那本來來講的話 大家相安無事 但是因為這幾個家族 太囂張了 你看最近這一兩年當中 為什麼 2021年這個緬甸政變嘛 所以政府軍掌控一切之後 這幾個家族就憑借了政府軍 而且他們收買政府軍 這些將軍他們就討厭他們 討厭他們之後 他們竟然還拍抖音 拍Facebook 拍直播 然後告訴大家說 他們多囂張 他們多厲害 你如果這太囂張的話 整個中國一出手的話 你這四大家族全部滅門 我都沒有想國干老 就我以為是非常偏僻 非常落後 搞了不然他跟一個小澳門一樣 是啊 所以就是說其實中國 你要賺錢沒關係 睜一隻眼閉一隻眼 其實到哪裡 大概都差不多這樣子 太北 緬北 或者是很多寮國北方 其實大概都是如此 但是問題是你這世代家族 又擁有軍火 你又幹掉我的公安 你又殺了警察 這個還得了 對中國來講的話 絕對要肅清他們 市長 現在緬北 竟然真的出大事了 之前緬北大家講的 有所謂的軍事鬥爭 有軍事的抗爭 大家本來以為說 那只是小打小鬧 很快就可以處理 結果沒有想到 現在越鬧越大 不看到緬北有四大家族 白氏家族 魏氏家族 還有兩個劉氏家族 現在有兩個家族 已經被殲滅了 更可怕的是 有一個明氏家族 這個明家全家被滅門 而這個全家被滅門 誰幹的 原來在緬北 我們到緬北有一個國感軍 國感軍以前的老大 老太爺 叫彭家森 但彭家森被他下屬的人叛變 叛變以後他就逃亡 逃亡以後沒有想到 整個國感的人民解放軍 或者是國感軍的太子 彭德仁 他居然得到中共的支持 天降審兵 弄了一大堆的武器 還什麼 不但是你把四大家族 全部整治完 他現在跟緬甸軍政府對抗 不但是跟緬甸軍政府對抗 緬甸軍的後勤補給 緬甸軍的攻擊路線 甚至也緬甸軍的飛機 都被打下來了 對 接下來一段時間我認為 緬甸可能會出現 非常天崩地裂的影響 為什麼 因為目前為止來說 在緬北這些地方來說 緬甸有三支民族武裝部隊 一個叫做若開軍 一個緬甸國感民族 民族同盟軍 還有德昂民族解放軍 三支軍隊 現在他們叫做三兄弟同盟 三兄弟同盟 現在跟政府在緬北開始出現 大規模的武裝對抗 那目前為止 三個武裝部隊 對 跟緬甸政府軍對干了 叫三兄弟同盟 那三兄弟同盟裡面來說 真正的領導者是這個彭德仁 彭德仁是誰 彭德仁是過去的 國感的這個 這個當地最重要的人 是叫彭家森 他的兒子 那因為彭家森之前 被軍政府幹掉 被軍政府幹掉之後 軍政府就找了這個四大家族 還有一個民學家族 民視家族 在維持這附近的這個秩序 所以呢 就變成是軍政府跟這個四大家族 他們在共治這個地方 但是呢 寶姐 這個所謂的這個三兄弟呢 因為獲得了中國的武裝的支持之後 他開始對緬甸的軍政府 還有這個四大家族 還有民視家族 發動一個攻擊的態勢 而且剛剛很誇張的是 這個的導火叫什麼 民視家族抓到一些人 對 抓到一些人 有個人講說我承認我是中國的臥底 對 已經講我是中國這個 中國的那個所謂的公安喔 是中國的武警喔 就民視家族 竟然當眾 對 把他給槍決掉了 槍決掉之後 整個緬北大爆炸 寶姐現在緬北變成是怎樣 中國的私立 還有三兄弟的這個民主的武裝部隊 還有所謂的軍政府 三個地方繳成一團 為什麼繳成一團 因為軍政府控制了這個地方之後 由這個四大家族跟民視家族 控制緬北這個地方 結果沒想到 欸 這四大家族在搞什麼 他們在搞所謂電信詐騙 我們所說的緬北的園區就在這個地方 這個地方來說 這個園區那麼多 所以講他們一年從中國 詐騙了數十億美金 那這個中國不能夠接受 那軍政府是針一針 反正這個稅收就來到 我就我可以獲得嘛 欸我們在講 我們有一個靜宜大學的女學生 跑到了所謂的緬甸 對 就是 進到國桿老街 是 就是四大家族 將民視家族控制的地方 是的 然後這個地方剛剛講的 所以中國就要去了解你們的詐騙 對 結果你還把中國 臥底的警察給宰了 其實目前有兩個說法 一個說法是說 有四名警察被抓 被抓之後他們當眾表達說 我們是中國的警察 我們就是來這邊那個 結果沒想到 照樣把他幹掉 把他幹掉之後 這件事惹得中國非常不爽 還有另外一個什麼 是因為他們招募很多華人去 中國在這個地方 然後去了之後 聽說有七十幾個要跑 要跑之後結果沒想到 他們就掃射 把他們都打死了 殺七十幾個中國人 那中國就受不了 所以我說欸 你沒臉騙我幾十億 結果你還搞這個東西 結果他就一直蹲出軍政府 你給我打 結果軍政府就睜一隻眼逼一隻 想說 我也這個 反正這個地方我也控制不了 我也沒辦法跟他們對抗 所以很簡單 中國就想出了釜底抽薪之計 聽說在最近一段時間 在中國的邊界 還有緬甸的邊界這個地方 三大就是三兄弟同盟 突然之間獲得神助 有大量的武器 什麼不論是空頭啦 或是交給你的 一大堆武器之後 他們就順勢了 武裝起來之後 打得這個四大家族 還有軍政府了 潰不成軍那個局 難怪有人講說 果敢的太子彭德仁 突然欸 把整個四大家族給滅掉了 對 而且現在 對政府軍來說 他壓力越來越大 為什麼 因為現在三兄弟集團之後 在起義之後 周邊在這緬北的 什麼瓦族 什麼一大堆的 這個少數民主 全部都要起來對抗軍政府 因為他們之前被軍政府壓制 所以這些現在緬北的 所有的獨立民主都要起來了 而且這些獨立民主起來的時候 還有另外一支部隊出來的 叫人民防衛軍 政治軍隊是誰的軍隊 政治軍隊是翁山蘇姬 流亡政府所組成的軍隊 目前只有八千人 但是呢 因為這些民主 這些少數民主 已經跟他結合在一起 所以現在有兩股大力量 一個是三兄弟的 組成的這個 武裝部隊 跟果敢的四大家 有在對抗之外 還有周邊很多少數民主 跟這個翁山蘇姬的 這個人民防衛軍結合起來 哇這一股力量恐怕接下來 這個軍政府恐怕都會 支撐不住的一個現象 而且跟他講 彭德仁這個國敢覺得是 緬甸民族民主同盟 軍事委會 竟然還可以發命令了 對沒錯為什麼這樣說 因為在過去一段時間其實 緬甸軍政府 他長期都沒辦法 控制這個地方 為什麼 我們之前不是這個 以前我們都念過什麼 緬北的這個軍隊嗎 國民黨軍隊在那個地方 幾乎是戰地為王 為什麼 這個地方就是這樣的一個狀況 他們根本到不了 你知道就連緬甸的軍政府都承認了 我們沒辦法控制這個地方 這個地方長期以來 我們控制不了 所以他們用的方法就是 我跟當地合作 所以最早最早的這個 1992年的時候 之前的彭佳生 還有這個張茂良 兩個人他們在管這個地方 結果來爆發了這個戰爭的時候 彭佳生敗走 結果被想要養自己也被反叛 結果彭佳生又回去奪到 奪到這個國敢成為國敢王 結果沒想到後來又爆發內戰之後 後來軍政府不是起來嗎 軍政府起來之後 就把這個彭佳生跟四大家族 連合四大家族 把彭佳生趕走 趕走 所以說四大家族 就控制了國敢這個地方的清新 因為本來四大家族 是彭佳生的屬下 沒錯 結果緬甸軍政府 利用彭佳生的屬下 把他給推翻之後 讓你們變成 保保快 就是 白索成家族 衛超人家族 劉國喜家族 劉振祥家族 劉振祥家族 不是講劉振祥後來是名稱 他名字叫做劉阿寶 對沒錯 事實上四大家族 就控制這個地方 控制這個地方之後 他的兒子就突然之間 獲得神助 開始打起來 所以這個地方混亂的局面是 其實連緬甸軍政府都是 他也管不了那麼多 但是因為保潔你知道嗎 因為他距離中國 雲南非常近 所以他們騙了很大量的民眾 就到這個地方來 所以很多中國民眾 就這樣被拐騙 拐到這個地方來 拐到這個地方來 很多人他們就在這個地方 進行詐騙 打電話回去詐騙中國大陸 所以他們一直沒把 中國一直就說 你趕快處理吧 你趕快處理吧 結果沒想到緬甸軍政府 他這個力有未來 沒辦法處理 結果沒想到中國就 甚至就直接 動手了一個情形 而且剛講到的 當國改軍回來了 國改的太子回來之後 你就發現這個地方 這個地方是全世界 等於說最沒有王法的地方 他是法外之地 這個法外之地 很多最殘忍的動作都在這裡 剛剛講到 在整個緬北四大家族裡面 還有一個白家軍 白家軍裡面 現在白家軍的兒子 女兒 女婿 全部被幹掉了 對 為什麼這樣說呢 被滅門 對 因為現在打起來 這個所謂三兄弟同盟軍 就所謂 當然在中國的支持之下 當然就是負責 除了打軍政府之外 你就要消滅四大家族 那四大家族 有一個白鎖成家族 那一開始打的時候 那因為這個四大家族 我都仗著說 我有軍政府 你們這個是 這個一般的軍隊打不贏我們 結果他一開始來跟他說 Hold that little light 我們就打到底 一開始白家 白家是這樣說的 結果沒想到後來 這個三兄弟的家族 越打越好 越來越想到後來 他們覺得不對了 苗頭不對要浪槓 他們的包吵他二兒子 這個白應昌 然後他的女兒白應蘭 還有他的女婿曹強力 他們三個人 要坐直升機要逃跑了 結果沒想到 做直升機逃跑的時候 結果沒想到 一個飛彈打過去之後 就把他擊落了 有飛彈 結果三個人就完全就掛掉了 掛掉之後沒想到的 沒多久之後 目前為止白家了 似乎是已經準備要脫降了 因為他們已經被打到去 完全沒辦法再反抗了一個狀況 該講的四大家族 原來他們上面 有一個白家在控制 因為整個軍事力量 是他掌握的 掌握這個白家 他有兩個兒子 一個女兒 二兒子死了 二女兒死了 女婿死了 現在只剩下大兒子白應 對 事實上還PO出來 就是這個當場 就是他們擊落這個直升機的畫面 就傳言就是 他們三個都死掉 所以目前為止白家 已經岌岌可危 還有除了白家岌岌可危之外 抱歉 還有一個明家 明家也是一樣 明家目前為止來說 已經被打進去了 目前明 這個明家是明學昌 明學昌來說你看 因為他們攻進去 因為明學昌是最囂張 傳言這一次殺害中國公安 就是明家 就是明家 所以明家原本不是四大家族 但是因為他們搞電信 搞得太誇張 所以他們就決定說把他幹掉 所以要目前為止來說 因為中國已經懸賞了 中國針對他們幾個 懸賞10到50萬人民幣不等 因為他們目前為止就是 抓了中國公安 還有殺了中國公安 所以殺公安就是明家 所以後來聽說 這個明學昌被發現 因為他是 因為看來沒辦法 被已經攻進去了 聽說他畏罪身亡 畏罪身亡就直接這樣 在車子裡面 對 就是屍體 這個屍體確定就是 明學昌的一個狀況 所以現在目前為止來說 你知道為什麼嗎 明學昌真的是相當誇張 你看他們是之前 殺了非常多人的時候 他們準備把人 活買的一個狀況 所以大家都覺得 不能夠接受嘛 因為目前為止 而且更誇張的是 為什麼這一次 果敢就會打這麼順 我有火箭炮 我可以把直接 直接死神器打下來 所以剛剛講的 白家三個人 就等於說在那邊是亡掉 剛剛講的明家 明家為什麼打不了 他說他有無人機 在上面控制 這無人機可以在上面發射炮彈 明家完全打不了 對 沒錯 你看這是 這個所謂的 國敢民主同盟軍的 你看他們有這個 他們居然有這個無人機 所以這無人機到底從哪裡來 報警很簡單嘛 就中國給你的嘛 他們還聲稱他們 擊落軍政府的飛機耶 飛機都能打下來 然後還有很大量武器 那到底從哪裡來 當然大家都知道說 就是你 這個所謂 中國大陸給他的一個狀況 那我們就講嘛 是在過去一段時間裡面來說 這個十大家族 包括白鎖成啊 包括魏超人啊 包括說像劉政祥啊 還有包括劉國喜啊 他們幾個本來就是在這個地方 就做生意 你看比如說像 白鎖成就百勝集團啊 那魏超人叫亨利集團啊 然後這個劉政祥叫做 福利來集團 我跟他講啊 事實上之前我 很早很早就 我曾經去過緬甸的北部 你去過 那那個地方是什麼呢 那個地方其實 最早最早有非常多賭場 因為那個地方 很多中國人會到這邊賭 所以那邊本來就是賭場 非常多的地方 只是說也是一樣 因為賭場後來中國人不去 跟柬埔寨的故事 完全一模一樣 賭場中國人不去之後 怎麼辦呢 就招呼了大量人進來詐騙 那賭場那當時呢 中國允許你 所以他們當時 也在中國的默許之下 都成立了賭場 然後這個利潤來說 中國跟這個緬甸軍方 大家都可以分道 所以大家都做生意做得好好的 可是問題是 你現在真的在做詐騙的時候 就只有我中國人倒楣 所以他們就變成是 他們的關係跟四大家族 就變得越來越緊張的一個態勢 而且你剛剛講說 現在這個打仗 已經不是說 我是地方軍的問題 不是在國桿軍 緬北這些地方勢力的問題 這些打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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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 剛剛講之後 打到哪裡 已經跟緬甸政府軍直接對抗 因為剛剛講 四大家族背後的力量 就是緬甸政府軍 緬甸政府軍 在支援的時候 非常恐怖是 你飛機我們打下來 甚至 你要進攻的時候 你的後勤系統 也完全被截斷掉了 對沒錯 目前為止來說 這個中國用了幾個方法 第一個除了強力支援 這個所謂 國桿同盟軍 就是三兄弟同盟軍之外 他們現在抓了很多人 譬如說你看 這是微博上面 這是所謂四大家族的 衛家的二公子 衛家也被抓了 我們不要再弄了 我們要趕快 把所有人都放出去 不然中國會寫債寫還 然後另外一個 劉氏家族也是一樣 多少家庭資歷破碎 多少人傾家當行 我們家族絕不能在從事 電信詐騙的業務 他們就開始在那邊反省 那為什麼要反省 因為說實在 中國這一次給這個 這個緬北軍的武力 還有人員的支持相當多 我們就跟他講 你看這目前為止 你看他們的 以前的部隊哪有的 這是國桿軍 他們以前都沒辦法 穿完整的軍服 他無帶完整的軍服 你看槍枝非常多 還有很多後勢的武器 他連流彈炮都有 對那還有什麼 寶傑還有這個 你看他們無人機 大型無人機 你看下面還裝了很多炮彈 那直接去打你的這個炮彈 在這個地方 另外還有什麼 他們還挖 他們挖了很多公式 我們這次不是在這個 哈馬斯看到很多 什麼標堡 地道 他們也挖了這麼多 他想說你怎麼會這樣 還有什麼 他們軍隊裡面 還會搭配什麼機槍手 還有狙擊手 這哪是地方部隊會的這個狀況 所以人家就說 有人在教他們 而且這裡有人在教他們的時候 他們還跟另外 我剛才不是講嗎 他們還跟人民 人民防衛軍結合在一起嗎 人民防衛軍 人民防衛軍 就是過去 效忠翁山書記 還有一堆這個 所謂軍事的頭目 他們是真的能打的 所以現在整個都會流在一起的時候 其實目前為止 閩昂來 也就是說 緬甸最高的軍事政府的將領 應該會非常擔心 因為這個力量越來越大 難怪我看到 我看到BBC 我看到很多報道講說 他現在是直接衝擊到了 他說緬甸軍政府 面對了 整個本世紀以來最大的危機 對沒有錯 除了這個三兄弟家族 事實上有中國的支持之外 還有人民防衛隊 還有少數民族 現在反正他們目標就是一個 就是推翻軍政府 所以你知道 這個所謂緬甸 搞不好在未來一段時間 可能會打起更大規模的內戰 是喔 中國的南部戰區第75集團隊 他竟然已經成兵邊界 我們知道 部隊的調動哪有那麼簡單 所以 他們早就知道消息了嗎 沒錯 事實上這一次的這個 緬甸的這個政變來說的話 引起中國跟美國 在東南亞 角力的最終的一章 為什麼這樣講 因為緬甸是中國的 絕對不能夠失去 而且緬甸也是 美國絕對要拿下來 所以他們兩邊在這個地方 都已經做好相關的這個準備 特別是中國大陸 你看這個 拜登第一個時間就說 我們希望能夠釋放這個 相關的這個人士 也不排除對緬甸進行所謂的 制裁 但你看到中國 中國第一個時間就說 我們注意到這件事 好像有點事不關己 然後就說 我們這個中國跟緬甸 是友好的這個關係 可是你不要看他說什麼 你要看他做什麼 做什麼 他這一次呢 居然派了1.2萬部隊 現在快速的抵達中國跟緬甸的這個邊境 他這個部隊是什麼 第75集團軍的這個 這個第37青莊合成旅 而且這是他們號稱叫什麼 南疆長城的最重要的一個部隊 南疆長城 他就派到這個地方來 他派到這個地方來的時候 欸 保證他有一點有意思喔 如果照你說你是要防守的話 你怎麼會派這個 裝甲步兵在這個地方 炮兵還有防空兵 還有空中突擊兵 這是攻擊部隊 對 擺明的是 你好像要進去攻擊的這樣一個狀況 好 那除了這個之外 我們再講 中國很有可能在正面之前 他已經知道會發生這件事情了 為什麼這樣說 長期駐守在中國南邊的 有一個叫做緬甸的應急部隊 這個是受過什麼 叢林訓練的這個部隊 反正上個禮拜喔 我們講上個禮拜喔 他就已經離開駐地 把前往所謂中緬邊界 他是不是已經知道緬甸會發生什麼事情 所以他已經來到這個地方來了 所以我們以前有一點部隊經驗的是 部隊以防是大事 部隊以防我要包裝我要整裝我要集結 非常費工夫 當然 你怎麼可能說來就來 而且剛剛講的不是 是說南部戰區的第75軍 他的裝甲步兵 他的炮兵 他的防空兵 他的空中突擊兵 全部過來 還有一個就是 他的林昌機場 他的林昌機場 大家才知道 原來在雲南有一個機場 他只有一個跑道 他這個跑道 對 就專門要對付緬甸 對這個林昌機場 是非常神秘的一個機場 因為這是臨時 這幾年蓋出來一個機場 他在深山之中 寶傑在深山之中 他就只有這樣一個跑道 你看 周邊全部都是從山峻林 他就在山中間 硬是挖了一個跑道出來 那這個跑道 這幾天來說 人家就說 飛機大舉了進去 在這個地方 大概約莫有八架的尖石 還有電針機 都來到這個地方 你對付緬甸 你需要用到尖石嗎 你需要用到所謂 電針機 在這個地方嗎 所以有人懷疑說 他可能在注意美國的這個動態 為什麼注意美國的動態 防止美國齊舉望重 為什麼這樣說 我跟他講 事實上過去的緬甸的首都在仰光 後來他也移到這個內陸的奈比多 為什麼移到奈比多 因為曾經美國有考慮過 從這個海軍登陸之後 直接攻擊緬甸 所以現在美國在這個狀況之下 會不會有這樣的選項 那這會不會也是中國大陸 他在忌惮那個地方 所以他才派出 他擔心美國出兵 1.2萬的部隊 這個其實根本就完全可以 他們一方面說 我們是為了難民 跑我們這個地方 但是你需要用到 這麼精銳的部隊 裝甲步兵 空中突擊兵 還要突中這個奸使跟電針機 在這個地方 完全都是大炮打小鳥的一個概念 而且他們的第75集團軍 號稱什麼 是鍛造南疆長城 對 所以我聽你講才知道說 還真的有一個南疆長城 沒錯 事實上南疆長城在什麼 就在這個地方 我們仔細看 你看這就是在中國跟緬甸邊境的一個長城 我們都曾經說過 美國跟墨西哥有個美墨高牆對不對 事實上這個 蓋得比這個美墨高牆還要更加少 這已經蓋了好幾年的這個時間 現在你看這就是在 這是中國跟緬甸之間 對中緬邊界的一個 他們叫做隔離牆 那為什麼叫隔離牆 他們就說 因為過去一段時間 有很多的緬甸民眾 會跑到我們這個難民 因為北邊都在打仗 很多難民會跑到我們這邊來 那加上說新冠肺炎之後 我們也很怕說 你們疫情會從這個緬甸這邊輸入 所以他們加速的蓋了這個圍牆 這圍牆目前為止來說 已經蓋了快要670公里 那670公里左右的話 你知道這個因為中國跟緬甸的邊境 大概有三千 兩千三百公里之長 所以他就能夠蓋了 他就盡量蓋 他的目標是在未來的一段時間 把中國跟緬甸用一道高牆 然後把它完全的組隔起來 你看這就是緬甸跟這個 你看中間就隔了一座牆 一座牆隔出來 你看這是緬甸的所在地 然後這是中國的所在地 你看牆就這樣隔出來 他們要預計要蓋 大概約沒有蓋兩千多公里 徹底的把緬甸跟中國的這個國際 把它切割清楚 所以真的有一個南方常生 而且過去我們知道說 以前順利人要打這個顛免戰爭時候 要經過非常可怕的地方 叫野人山 這個是全世界最神秘 最荒涼最恐怖的地方 這個地方 仗力之氣非常重 過去每次在那邊打仗 死在戰力之氣 死在猛獸孔中的 比敵人還多 沒錯 事實上講到這個中國跟緬甸邊境 這個地方來說的話 可以說是美國也很怕 日軍也很怕 這個我們共 台軍或是共軍 都很怕這個地方 因為這個地方 有叫什麼 死亡的野人山 死亡叢林之稱 這裡是死亡叢林 為什麼這樣講呢 事實上在這個地方來說 這個野人山所在地的位置 大概在這個地方 那因為這個地方 北邊這個地方是喜馬拉雅山 所以它喜馬拉雅山的水氣 會快速的過來 加上東南亞進來的這個水氣 這個地方 中年是雲霧撩繞 而且森林是相當高 高到高聳雲天 所以你一進到這個野人山 你完全是迷失方向 那到底多慘 我跟他講一個故事 我們當初的滇緬部隊 曾經到這個緬甸來打仗之後 因為十萬人去的時候 剩下四萬人要撤軍 撤軍回來的時候 當時蔣介石就說 杜綠銘你趕快給我回到中國戰場來 我要支援中國戰場 那你知道他原本要回來的時候 經過這個地方叫蜜茲那 因為蜜茲那已經被日軍佔領 他就說那我不要經過蜜茲那 你說在緬甸境內的蜜茲那 對 我不要經過這個蜜茲那 我往北 我往這個野人山這個地方進去好了 結果那當時英軍就跟他說 你千萬不要進去這個野人山 這個野人山非常危險 他勸你最好直接打下蜜茲那 但是杜綠銘說我不要 我就是要走這個野人山 因為野人山走進去 200公里左右就可以抵到中國大陸 而且當時的野人山大概2600公里 2600公尺的這個高度 應該不是很高 應該可以順利的進去 結果他又決定要進去了 寶貞這就是個錯誤的開始 誰要錯誤的開始 這個杜綠銘率領的是第五集團軍 那當時的孫力人率領的是第32集 32師 這個孫力人就是好 你先進去 你率領約莫3.5萬人 你先進去 我在後面五千人 我在後面幫你做一個墊後的這個狀況 你先進去好了 結果寶貞一進去之後 他發現到說完全不對 他的部隊進去之後 明明200公里就可以到中國大陸 他在裡面走了一個多月 還走不到中國大陸 你說一個多月走不到200公里 他已經完全迷失方向 不知道這個在什麼地方了 其實他們部隊也有所謂的指南針 這些專門的東西 完全找不到方向 再來沒有東西吃 在裡面沒有東西吃 他們怎麼樣 開始把他們戰馬都吃了 然後後來還怎麼煮他們的皮血皮帶 所以後來爬樹根 寶貞 樹根他們吃的時候 越來越多人出現死亡的狀態 因為樹根裡面很多都有毒 你根本完全不知道 連樹根都有迷幻藥 結果後來呢 幾個月開始下大雨 5月到10月的時候 那邊會中日下大雨 下大雨的時候 是他們死亡的準備的開始 為什麼這樣下大雨之後呢 那些所謂的蟲全部都出現了 螞蟻啦 蟻黃啦 還有馬黃 還有包括蚊子 寶貞 他們在那個地方 那個死亡蟲裡面 有一個非常特別的 他的所有生物都比外面更大 真的假的 真的 你知道 那馬黃的話 非常大隻 然後另外包括說你看螞蟻 他們說螞蟻 三隻就可以弄成一個盤子這麼大 而且裡面還有什麼 還有野狼 還有這個各式各樣的 還有蟒蛇 各式各樣的東西 就很多人就在那邊 一下子就完全死亡 你知道最誇張的時候是怎麼樣 聽說有一個人就說 他這個真的在裡面發高燒 發高燒他就坐在這個 這個樹下休息之後 結果沒想到 他一開始先被這個馬黃 先把它吸血 吸血吸到最後 他已經死掉之後 結果後來螞蟻就全部過來 不到一天的時間 他已經完全變成一個白骨 他只坐下來休息 動不了就第二天變白骨了 那還有更誇張的就是 美軍後來也曾經來到這個地方 美軍來到這個地方 他們說 我們這個整骨休息一下 準備要走的時候 你知道發生什麼事嗎 他們美軍居然被這個蟒蛇給吞了 所以你知道 那時候死亡 很多人進去都死亡 你知道我們的第五集團軍 我跟大家講 進去的時候有3.5萬人 最後走到只剩下3千 講到這個地方 大家都是非常心有餘悸的一個情形 而且我們現在看這個畫面 這非常誇張的是 他在廣西壯主這邊 也非常接近 他居然掉出了一個非常大的蟒蛇 你看看 如果連在市區都有這種蟒蛇 你在深山野林沒有多大 這個在廣西的這個銀行 裡面掉出來一個蟒蛇 這個蟒蛇 大家看起來沒有很大對不對 但是其實大家知道這個是緬甸蟒 大家聽到緬甸蟒上個字 全部都嚇呆了 因為為什麼 我剛才講到 在野人山裡面全部都是緬甸 所以你知道這個地方 真的是非常非常危險 我們可以說是政治最複雜 也是大自然最複雜的一個地方 好 會者 昨天聽了董事長所說 他是學礦業的 他知道原來緬甸有全世界最好的寶石 有最好的一個食材 所以這個地方中緬邊界 就變成了兵家必爭之地 而且這個地方 也是全世界殺戮最嚴重的地方 你知道嗎 坐在這麼豐富的天然之餘的國家 他卻是異常的貧窮 我那時候去的時候 在2013年的時候去的時候 他其實還剛開放 他路上跑的車子 全部都是二手的 就是非常老舊的 然後他們跟我說 這全部都是從中國那邊 淘汰來的二手車 中國淘汰來的 對 而且他們的石油非常昂貴 他不是有產石油嗎 因為他們很多石油 不是給他們自己用 是弄到國外去用 然後他們很多 而且他們石油那時候 我記得的價錢 是比我們台灣還貴 所以那是非常荒謬的 然後但是他們那時候 就講說我們這邊 其實講實在的 我們很大的一個經濟來源 都是靠中國 所以包括石油賣給中國 然後包括那個 那個什麼 他們的稻米 有九成全部都是出給中國 然後最重要一個 就是那個緬甸域 緬甸域過去這二三十年來 靠這個緬甸域發財的 我跟你講 他們早在2010年的時候 都估過緬甸域在這個市場上 大概一年就兩千億港幣 而且這兩千億港幣 主要其實都是中國跟香港 這邊過去買的 然後在那個緬甸自己本身來講 他們賺的錢其實非常少 但是就是因為他本身非常窮 他的軍政府又從大概一九六幾年以來 就已經長期執政 所以變成個什麼狀況 只有軍政府是賺到錢的 其實下面的完全都沒有一些 就是平民老百姓生活非常差 你現在看到這個地方在什麼地方 這是他們最大的一個玉的市場 在曼德勒這個城市 他們那時候已經養成了一個情況 是怎麼樣 有一句話 叫做一刀砍銷去的話 一刀球一刀賦 然後一刀會當土匪 什麼意思呢 就是他現在玉開採出來對不對 一大塊 可能就是有五十公斤 一百公斤重 他就讓你猜 裡面到底有沒有玉石 他可能老闆開出來他就說 一萬美金 五萬美金 賭玉 五萬美金 譬如他在看 他為什麼要拿手電筒看 因為玉石在裡面的話 其實你用燈照 照得出他的一個水頭 所以呢 其實我那時候去住了一個 那個曼德勒的一個老闆 他那時候就給我看這一塊玉 我去他那邊住的時候 你看這個 他的鄰居拿了這一塊玉給他 讓他們就開始講當地話 講一講之後 他就跟我說 這一塊玉他賭對了 這一塊玉至少值十萬美金 你手上那個是十萬美金 十萬美金 我一聽到我手就晃了一下 你知道嗎 他說他們這個玉其實就叫賭玉 那為什麼要 緬甸人要賭玉 其實因為緬甸人生活實在太痛苦了 太辛苦了 你看他們自己採石油 他們自己採天然氣 但他們幾乎路上都沒有路燈 都完全沒有路燈 所以他 你看路上他們全部都這樣擺著賣 一塊一塊石頭 路上沒路燈 沒有路燈啊 他們這個還是主要交易市場 晚上都沒路燈喔 他已經是類似我們的一個 類似大夜市那個 晚上都沒路燈喔 而且你不要說沒路燈啊 我去到很多城市 連柏佑路都沒有 有一些少數民族 你知道他面臨到什麼狀況嗎 他變成他認為你軍政府的統治下 我生活過得並不好 所以我就長期生活在叢林裡面 所以我就要跟你對抗 然後我在跟你對抗情況下 你會甚至會有那些娃娃兵 然後他們 娃娃兵 這個情況 而且他們最知名的娃娃兵 其實是早在大概是2000年以前 就已經在198幾年 有一對非常知名的娃娃兵 他們是一堆兄弟 是一個就是雙胞胎 結果他們當地的那個居民 就認為說 這個雙胞胎呢 他們有一種神機 所以他們叫做上帝 就是這個 你看他們就認為 他們從八歲就開始 引領他們的一個遊擊隊 然後就開始打 他們跟他們軍政府 在產生一些相關的衝突 然後他們這兩個兄弟 就是說他們從他們 副職輩開始 他們就是這樣 然後你知道他那時候 八歲的時候 他的那個槍 可是比他整個人還高 但是他為什麼可以帶領人家 因為他們的敏感非常高 可以聽到聲音 所以他們就賦予一些傳說 說你看這樣的娃娃兵 因為他被上帝給捐固了 最重要的是 你知道這裡他們是信上帝的 信耶穌的 跟緬甸軍政府 他們的一個宗教 又不太一樣 所以後來這個娃娃兵 在當然有12年的時間 他們就是讓人家說 跟當地的軍政府 進行一個抗爭 可是到了大概2010年左右 到最後他們那個整個團隊 就已經被人家拿下了 拿下之後這兩個娃娃兵 最後一個跑到瑞典去 一個在美國 但後來日子都過得非常辛苦